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感觉美国这边就更规范一些吧 这整个的运作的这个系统 其实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 你见到了所有的所有的样子之后 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 我们上了那个摄影课就 那天就进了那个教室嘛 然后我没有准备 我都没有什么准备 然后那时音老师就 那时候就直接跟我说 好你先把这个机器打开 然后我们可以装机器 就那节课就完全就是实践吧 我们还用了他们那个小摇臂那个Jib 然后我们还试着拍了两条 就是学习电影就是正确的方式 就是尤其是技术性的东西 就是需要多拍然后多练 其实大家都特别的团结 然后也没有就是一起干活 也没有谁就是觉得特别辛苦 然后怎么样 在美国里无论什么人的位置 演员导演员员员员员员员都差不多 都一个朋友而已 开心了 就多少还是要互相学习一下 挺好的 规矩约束自己 而且这些规矩学习可以让我更快的提高 就是效率 就是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实操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来这里就是好好学习 非常感谢北京菲勒马卡丽年 然后非常感谢有菲勒马卡丽年 1,2,3 谢谢